2009年发生的赵明福坠楼案 来到14年后的今天 家属还在探寻案件的真相 适逢14周年公祭 赵明福的妹妹赵丽兰提醒西蒙 不要忘记还明福公道的誓言 也希望西蒙给出具体的时间表 别让家属无止境的等待 今早9点 赵家和近百名行动党代表 以及学生团体 聚集在雪兰儿世毛月 富贵山庄墓园 公祭赵明福 行动党顾问陈国伟致辞时 感慨赵家胡等了4746天 案件依旧成渊带血 成了未尽之质 但是随着高庭已经责定 10月16号审理赵家的司法检讨申请 行动党也将努力地安排家属 和首相拿督罪安华会面 讨论案件 誓言让正义得以伸张 中文字幕提供 协访者咨询 件案件 就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